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梅丽桑德使用链锤击杀敌人时 会降低技能粉碎打击的冷却时间 梅丽桑德的武将技能3是举盾 命令士兵举起盾牌主动防御 提升格挡击率 在举盾状态下将会降低全军攻击力与移动速度 再次使用将取消举盾状态 梅丽桑德的武将技能4是粉碎打击 梅丽桑德将冰原野蛮的战法与炼锤技艺带到了圣城 并将其交授给圣城炼锤军士 在开启粉碎打击后 圣城炼锤军士将会在15秒内提升全军攻击力 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攻击方式 无视敌军格挡并击到敌人 梅丽桑德的武将技能5是投掷链锤 命令旋军发动一轮链锤投掷 在20秒内军团会向射程内的目标随意攻击 对敌人造成伤害并附加击倒效果 被击倒的敌人将会无法移动和攻击 该debuff持续2秒 击倒debuff仅对敌方步兵单位生效 梅丽桑德自身也可以通过Q键 将链锤切换为可投掷的链锤 梅丽桑德的武将技能6是固守 命令军团全力防守专注格挡 在固守状态下将降低使兵攻击力 从而大幅提升全军防御力 并免疫击退和击倒效果 该技能持续20秒 在甲片选择上 红色西林甲片可以选择格斗甲片 增加梅丽桑德的近战输出能力 黄色山文甲片以及绿色明光甲片 可以选择踢破以及防护甲片 增加其在战场上的续航能力 梅丽桑德是天生的盾牌克星 利用灰击的惯性 便锤能够对敌方盾牌造成更大的杀伤 在适当的时刻开启粉碎打击 将对敌军前排造成毁灭性打击 但是梅丽桑德军团攻击距离较短 在战场上 切莫与敌军长杆武器军团纠缠 感谢收看圣城女王梅丽桑德的武将介绍 更多武将信息静静关注 铁下雄兵官方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